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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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專業是要把事情變得簡單 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跟樣貌 只要有一個放心的心情 你就可以得到一杯好喝的咖啡 歐巴 打開 掛在我們的杯子上 稍微捏一下這個 它就會比較容易去固定在這個上面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沖泡啊 會是先讓咖啡粉進濕 所以只要注入大概20cc左右的水 慢慢的注水 然後注到這個濾帶接近滿的位置 也可以稍微提高一點點 水柱稍微強烈一點點 讓這個水啊 讓底下的粉可以翻滾起來 這樣就好了 這次我們準備了這個浸泡式的咖啡包啊 有四款不同的風味的 有深焙、有中焙、有淺焙的這個浸泡式的咖啡 一款是深焙的宏多拉絲種的 再來一款是哥斯大利家的這個 應該是豔養處理的一個豆子 然後會有兩款是比較特別的 哥倫比亞的卡都拉種的 它是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發現了這兩個哥倫比亞咖啡啊 味道都很好 然後一直來做選擇 我們全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兩款 都是卡都拉品種的這個哥倫比亞 其實我們的浸泡包啊 都可以冷泡也都可以熱泡 只要有80度以上的水就可以了 那我們熱泡的時間啊 大概抓個四分鐘 如果你喜歡喝濃郁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200CC 200CC你會得到比較接近我們在店裡面喝到的 咖啡的那個濃郁的口感 我們在挑選咖啡豆的時候 就是會挑選比較耐浸泡的 比較沒有雜質的 比較純淨的味道的咖啡豆 來去做選擇 浸泡上面是很簡單的 我們先去看